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每年春节回乡 看看父亲 他现实而逝离 小白最大的梦想就是找个有房子的北京人结婚 只要负荷条件 他就和对方在一起 他不要爱情 只要稳定的生活 而水哥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的梦想是创业成功 出人头地 看似毫无交集的两人 在春运的返乡火车中相遇 水哥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独特的女孩 喜欢她的不同 喜欢她的帅性 他深知小白的想法 所以他把那份喜欢小心地藏了起来 后来小白遇到了宝妈男 感情受挫 水哥只能在他伤心难过时 给他一碗泡面 静静地守在他的身边 当遇到了遗婚的渣男被欺骗感情时 水哥为他挺身而出 怒打渣男 后来 水哥因为打架斗殴进了看守所 为了不让水哥的父亲担心 春节期间 小白代替水哥去陪伴他的父亲 水哥出狱后 得知真相的小白被水哥感动 他们在一起了 一个一穷二白的大学生 和小白想要的大相径庭 但是他们有爱情 我愿为你上九天蓝月 下舞阳桌边 虽然北漂不易 但是两人享受着这份幸福 出门不仅仅是去工作 而是为了回来看到你开心 水哥也开始设计自己的一款游戏 他想要给小白更躲 两人躲在一个几平米的房间里 憧憬未来 规划未来 但是一场同学聚会改变了一切 同学们的冷嘲热讽 让两人不得不直面现实 他们开始有了矛盾 工作上遇到不讲理的顾客 怒回去的水哥被对方报复 从而丢了工作 小白卖房被客户非礼 想回家找些安慰 却发现水哥和卖房网友的暧昧聊天 两人因此闹得不愉快 因为房租的上调 两人被迫住进了见不着光的地下室 种种的打击让水哥迷茫了 他发现自己给不了小白 更好的生活 他开始逃避这一切 每天用游戏 麻痹自己 小白看着眼前自己最爱的男人 他绝望了 在这个男人的身上 他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小白对水哥说 我走了 他希望水哥能挽留他 他此时的水哥 依旧在打着游戏 等水哥回过神 追到小白时 他又退缩了 两人静静地看着彼此 都希望对方先踏出那一步 他们没想到这次的错过就是永远 小白的离开给了水哥喘息的机会 他去努力去反思游戏的漏洞 最后他成功了 可他已经错过了那个女孩 就像游戏的最后 因为男主弄丢了女主 所以他的世界是黑白的 水哥用赚的第一桶金买了一套房子 他想追回自己最爱的女孩 可是遭到了小白的拒绝 他不懂为什么 自己什么都有了 为什么会是这个结局呢 多年后 两人在回乡的飞机上相遇 可这时的水哥已经有了家庭 两人回忆起以前的点点滴滴 笑着笑着就哭了 两人在雪地里奔跑 仿佛回到了以前 可两人都知道已经回不去了 正如一个人以为不会走 一个以为会挽留 都假装潇洒地放手 结果就这样散了 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 却没有了我们 影片的结尾 水哥的父亲在信中写道 缘分这事 能不辜负对方就好 想要不负此生 真的很难 趁人还在 趁人还爱 喜欢就努力地在一起 不负遇见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后来的我们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我们也会是一家人 好好吃饭 累了就回来